農政努力 兄弟 現在大家晚安 距離520國民黨整天要落台 剩差不多5禮拜 中文一句話說是當一天合唱撞一天鐘 中文不是說當一天法務部長 撞三個立法委員 羅英雪他今天 昨天這兩天所講的話 尤其他就是說我不做最大 你不做是最大 但是你的最大為什麼只對台灣的民意代表 你的不做最大為什麼對中國的時候 像個歸孫子一樣 我說他在這裡像個歸孫子一樣 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跟黃國昌時代力量立委 所引起大家廣泛臭幹藍膠大家評論的那一個 然後他就死了 這樣的話 事實上剛剛好顯現出來他的心態 他對於人民的不屑 他對於台灣民意的那一種忽視跟侵略 但是他對中國卻是如此的貼心 不做最大 台灣人仍然說嘛 同樣另外一個我們感到關切的就是 中研院 翁祈惠院長 今天早上回來 回來之前 蓋哈多厚 羅英雪的檢調單位 法務部長羅英雪的檢調單位 就去查定 號定 家裡也查 辦公室也查 為什麼這麼巧 羅英雪你在這個地方 又變得如此的積極 為什麼呢 同樣還有一個另外一個很積極 這人叫做郝龍斌 大巨蛋每一個人都可以罵 郝龍斌你有資格出來罵嗎 我們這幾個拿出來大家做會來討論 跟各位介紹現場 第一位 立委 許國勇 主持人各位觀眾 大家好 再來資深媒體人 翁水町 大家安安 大家好 資深政治評論員 余妹妹 大家好 再來兩位資深媒體人 康仁俊 老師好 大家晚安 還有鍾連晃 主持人 郭布洋群大家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羅英雪的一個 然後他就死掉了整個社會 我們要動被掉 來看看 其實我從頭到尾就沒有生氣 因為這件事情會 昨天這個質詢的狀況會那個樣子 我其實早就心裡就很清楚是這個樣子 說自己沒生氣只是心直口快 但是昨天跟法務部長羅英雪 舌戰了一整天的立委們 可是個個愚怒未消 是不是有一個被中國發布 紅色通緝的台灣人 在我們的邦交國 你講巴拿馬那件事嗎 對 那是因為他後來跳樓自殺 請說 我現在不是在講他跳樓自殺的事情 我現在在講的是巴拿馬的駐外使館 有沒有跟法務部通報 有還是沒有 有 法務部給的指示是什麼 我們要趕快討論了解狀況 然後呢 然後他就死掉了 然後他就死掉了 他是不是從巴拿馬被送到古巴 因為你們的起源 發生了這樣的悲劇 你真的還敢在這邊講這些話 大言不慘 我只能說有這樣子的部長 任何一個人知道事情的真相 除了難過以外就是憤怒 之前過去我沒有那麼 好像直接反應 這麼迅速反應 其實是真的有點在忍耐 為了預算 或者為了預算的凍結案 很多事情真的是像段委員講的 忍辱負重 那現在人家講要下台的最大 結果 那也真的是酒居下半的 要出場的人 而且我也比較沒有什麼顧忌 這關會 郭勇啊 你過去當時是議員 現在做立委 政治評論也很久 我請問一下 你的這個態度 跟你還要做多久 有一定的關係嗎 所以我們看到了他講的這些話 你就想到說他的心態是什麼 看到這種政務官的心態 我們人民心會滴血 因為這證明什麼 這個人是沒有同理心的 什麼叫做難道他就死掉了 這是我們的國民 你當一個政府官員 你有保護我們國民的義務 你沒有盡到義務 你還講這種話 所以說我很懷疑說 他說他是學佛的 那他的學佛學到哪裡去了 所以大家在想他的心態是什麼 難道他就死掉了 我舉兩個 然後他就死掉的例子 第一個就王盈仙 民國71年的時候 大家應該記得吧 李思科 李思科的銀行搶案 他抓到了王盈仙 這王盈仙後來不是從中正橋 跳到新電溪自殺嗎 是 結果自殺馬上就破案 原來是李思科搶的 不是王盈仙 當時王盈仙跳下去 當他輕生的時候 當時怎麼講 然後他就死掉了 因為他畏罪自殺 結果不是 是受不了他們的刑求 還有一個江國慶 江國慶不是叫他們要照抄 照血嗎 那些情報官 然後他就死掉了 所以我今天要講到說 這種人有沒有人權觀念 一個讀法律的人 當沒有人權觀念的時候 他變成什麼東西 他變成工具 一個殺人的工具 可以這麼講 所以我今天要講說 當他講說 我以前都是忍耐 因為我有所顧忌 那也表示他是虛偽的囉 這個原來是虛偽了這麼久 原來他是有所顧忌 他顧忌什麼 顧忌預算而已嗎 還是顧忌什麼 還是顧忌要跟中國去聯合起來 然後把我們這些人送到中國去 把這些台灣的子民送到中國去 會是這樣子嗎 所以這個他所謂的顧忌 我們從顧立雄質詢他的時候 都知道他的顧忌是什麼 顧立雄問他說 我們現在到底這個詐欺罪 電信詐欺要判幾年 他說那可以醫科罰金判太清 拜託一下 行法339條知事 已經早就規定7年以下不能醫科罰金 而且一罪一罰 一罪一罰不能醫科罰金 他竟然還在講說 因為可以醫科罰金 所以判得太清 他不是律師嗎 所以說阿伯這個法務部長 請這個聯書要做什麼 所以我再講一句話說 他不但不敬業 而且呢沒有專業 專業性不足啦 所以說他不敬業 我們做一天和尚要敲一天鐘嘛 他也要敲鐘嗎 所以我最後要告訴大家 任何一個國家 尤其是法務 法務應該牽涉到管轄權的形式 大家知道管轄權 就是司法權裡面的一部分 很重要的一部分 這部分是什麼東西 這部分就是我們主權的一部分 主權我們如果用很多面向可以講 其中一個面向都是三權分立 行政 立法 司法 這三個權力合起來就是我們的主權 結果你拋棄了我們的司法權 拋棄了管轄權 所以我要說一句話說 這些炸氣犯可惡 但是是我們人民抓回來我們自己教訓 是 免你中國幫我們教 各位觀眾朋友是這樣 黃國昌自己問大家知道 那是巴拿馬 事情在巴拿馬 巴拿馬是跟我們有幫助的 結果中國要去 他經過古巴要送去中國 然後法務不知道 所以黃國昌的母語說 那你們有沒有做些什麼事情 他說我們有去討論什麼 所以接下來黃國昌又問說 那然後呢 黃國昌的藝術 沒沒 黃國昌的藝術是說 那你們做了些什麼努力 結果他說 然後他就死掉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這個然後他寫成為一個絕句 隨便找幾個網路上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網友說 到了北京車烤鴨 然後他就死掉了 這個說 朋友拿果汁邊接電話 然後他就是掉了 他就死掉了 這邊呢 吃完香蕉 然後就死掉了 寶寶說寶寶委屈 然後寶寶就死掉了 只不過跟英九握個手 然後就死掉了 各位朋友這些聽起來是苦手 可是我跟各位講 英美美 這些是一種憤怒的發泄 為什麼人民會憤怒 其實這句話 我心中的感觸會特別深 因為我自己有切身之痛 我必須要說 我在當年在台北市捷運 因為我跌落月台間隙 然後我跟台北市捷運公司打官司 他就是台北市捷運公司聘的律師 從地院到高院 我必須要講 我個人的感覺是他是 意識形態非常嚴重 大中國的意識形態 同時在訴訟的時候會說謊 同時是一個非常冷血的人 我講這句話都是我的切身之痛 我記得我第一次碰到他的時候 在法庭 掉下去是民事官司吧 他走過來 他說 玉小姐昨天又在電視上看到你 你一個人力戰群雄 你很勇敢 我說謝謝 我以為他要讚美我 你知道他現在就要講什麼 你們這些人 就只會罵人家賣台 就只會罵馬英九賣台 那是2008年 馬英九剛當總統不久 我現在會說馬英九賣台 那時候剛當總統不久 我從來沒有說馬英九賣台 而且那是一個民事的案子 你跟我講這幹什麼 可是他意識形態多麼嚴重 那訴訟過程當中 他的訴訟策略會說謊 時間緣故我不多說 我就寫在我臉書上 那我最難忘的是打到高院 那個時候 我的母親是癌症末期 就是我一個孩子在照顧她 我講到這邊我都很想哭 你知道那時候醫生跟我說 我的母親可能一兩個禮拜 頂多一兩個月以內的時間 就不行肝癌末期 那到最後 我就請求聽之審判 你知道他回覆什麼 他說問了捷運公司 捷運公司說 因為低省他們輸了 試涉利息起算 所以不與同意 那我很生氣把這件事情 寫在鋪浪上 那台北市議員嚴順慣 他看到了 他就主動 他就去問捷運公司 捷運公司說 請給他們一點時間 三天以後捷運公司回覆說 他們問了局裡所有的人 沒有人接到羅英學的電話 三天以後我媽媽就走了 然後那個庭我沒去 在下次開庭的時候我去了 我辦完我媽媽的後事我去了 完備了以後我非常憤怒的 我問羅英學說 羅律師 你為什麼要說謊 已經去求證了 你根本沒有打這通電話 你知道他怎麼回答我 誰曉得你媽要病到什麼時候 你為什麼要停止訴訟 不會 不可以這些人 接下來讓你更生氣 我說我媽媽走了 你知道嗎 我說我媽媽就我這個女兒在照顧她 你做人父母的 如果你的女兒遇到這樣的事情 你做何敢想 你知道她怎麼回答我 他說那是你家的事 我永遠記住這句話 那是你家的事 我怎麼知道你媽媽病多久 那是你家的事 我一輩子記住羅英學這兩句話 所以當他說 然後他就死掉了 這樣雲淡風輕 你知道我那種痛 我那種記憶馬上回來 他的這個反應 我一點都不例外 但是我只能說 在我的親身感受裡頭 第一個 他是個大中國意識形態 他是堅強的馬悠悠 因為以他的反學專業 根本不足以來擔任一個法務部長 第二 他是一個完全沒有同理心 他的特質跟馬悠悠非常的像 自己的名譽 自己覺得自己很高尚 把別人都很輕面的看待 是一個非常冷血的人 第三 我認為他做一個法務部長 至少在我跟他交涉的過程當中 他有一些說謊的例子 我可以很清楚的舉出來 這樣子的人 你認為他會誠實的面對案件嗎 他會誠實的回答問題嗎 他會對台灣人有一點的同理心嗎 所以他今天的反應 我只能說 一切都在我的意料之中 我只要問的是 為什麼我們會有這樣子的法務部長 當你說下台的不要做的最大 我告訴你 這句話你敢去跟中國共產黨講嗎 我相信你不敢講 為什麼 因為我們都知道 你的先生可是在深圳有志產呢 我們也知道你的意識形態是什麼 你講的這句話 倒是很多人現在在問 一個負責針對台灣的司法管轄權 這裡面含有主權 跟中國要交涉的法務部的部長 我們都在納悶 怎麼這麼的體貼 原來我們來看一下 他申報的財產裡面狀況是這個樣子 他跟他們的父母 存款現金七千幾萬 有價增加四千幾萬 土地兩筆建物五筆 還有另外有一間房子 有個建物在中國深進水底 所以人家在問 你如果顧台灣的利益 有沒有可能 你在中國就有可能受到影響 中國這個國家你也不曉得 可是至少我們就可以問 原來如此 不是不做最大 是有房子在中國最怕 是不是這樣 沒有錯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牽扯到有可能的利益問題 那麼事實上 法務部在這次的肯亞遣返台灣人 這個回中國的事件裡面呢 表現的方槍左板非常的離譜 為什麼 從馬英九總統 張善政行政院長 然後包括陸委會下立眼 等大家包括外交部 大家口徑都是一致的 不是嗎 抗議要求人回到台灣來 要求尊重台灣 不是都這樣嗎 這是應該是政府的態度嘛 然後法國部就跟你講說 哎呀人家中共他那邊有管轄權啊 你怎麼不說中華民國有管轄權呢 然後你看他那個傲慢的態度 人家說坐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啊 你如果你身為政務官 尤其是法務部長 你竟然是說 因為反正 反正我就 剩下一個多月可以幹啊 我九局下班了 然後呢 你們他講出他內心的話嘛 是 法案我也不用管你啊 遇送我也不用被拍被你砍啊 不然你是要怎樣 他就是這個樣子嘛 現在的馬政務的關係 哪一個不是就幾個不是這個樣子嘛 都是這種態度嘛 吊了朗噹然後呢傲慢 事好沒有一點做官的那種政務官的最基本的一個風骨 喔 那麼不是有一個造句就是說 欸這個啊 他不是死掉了嗎 喔 我也跟他造個句好了 中國一定強 中國好棒棒 我愛中華 我愛中華文化 悠久五波地大 然後中華民國就死掉了 不要坦白了 是 中華民國就死掉了 有一些朋友 那麼台灣的一些朋友 尤其是以泛男為主的一些朋友啊 這幾天有一種很奇怪的謬認 他說 因為詐騙集團你騙得輕 你判得輕 台灣判得輕嘛 九成都判一年以下 所以就讓他們拿去關啊 詐騙集團那麼該死 詐騙集團確實該死 是 我問各位 過去 如果把詐騙集團十個裡面呢 有九個判一年以下 最該負責的人你知道是誰嗎 不是法務部嗎 為什麼 因為你有沒有 你社會法務部是告什麼的 你要栽間發胡 你要去主動起訴犯罪等等 你不是要應該要去接力力爭 要去跟我們的 包括我們的總統行政黨爭 要跟司法院談 為什麼會判那麼輕嘛 你有沒有做 八年來你法務部有沒有做 你羅英學有沒有做 你司法院有沒有整個改 都沒有 那如果這個是 如果這個理論是合理的 那麼很多在台灣判 本來應該判死刑 後來判無期獨刑的 難道全部都要送給中國大陸嗎 是 林旺 棒球大家多少懂一點嗎 九局下半大概贏不了 這個我們可以接受 你可以拿起球 當成石頭 扎裁判 扎一壘手 扎補手 亂打可以這個樣子嗎 這當然不可以 在運動場上這個叫做運動精神 什麼叫運動精神 就是不管最後結果 你有沒有辦法預知 或是有沒有辦法改變 但是你要照遊戲規則 把這個比賽把它比完 是啊 這個叫運動精神 那在官場上 就不叫運動精神 在官場上 我覺得這個叫職業道德跟職業倫理 對任何任何一個行業都一樣 你即使今天你在這家公司 是最後一天上班 你也不能在辦公室裡面 把水龍頭打開 然後都不管他搞到辦公室淹水 水利大小便都來了 對啊不能這樣子 這個道理我們都懂 羅英雪一定也懂 可是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認為他是有目的 他要表現給誰看 一方面表現給馬英九看 一方面我想中國也看到了 520之後要去哪裡不知道 對 中國也看到了 假設啦 假設520之後 羅英雪想到中國去開個律師事務所 我想應該不困難吧 也沒有選擇門的問題 應該很容易啦 應該不困難啦 身為一個法務部長 講到一個國人 他因為要被送到中國去 心生畏懼而親生 我不管這個人他到底有沒有違法 但是他還沒有接受司法審判 這是一個人命 一條人命 結果我們的法務部長 可以講得這麼輕描淡寫 好像就好像看到路邊 這一棵樹倒掉了 大概就差不多這種感覺 因為我們現在人看到 小貓小狗這樣死掉 我們都會很難過 是 他就好像看到一棵樹倒掉 而且法務部從事件發生 一直到昨天為止 他一直在主張 中國有司法管轄權 是 陳如剛剛這個許委員講的 其實司法管轄權 就是主權的一部分 所以我建議 真的有人應該到高檢署去告發羅英雪 以及二月十六號開支場座談會的人 他們可能觸犯了內亂跟外患罪 因為出賣了是國家的主權 我們給這個法務部長看一下 我們國會包括國民黨的 包括國民黨的立委 各位朋友 這是民進黨的 這是中國國民黨 這是時代力量 我們來看一下 立法院朝野黨團共同聲明 中國當局無視自2011年起 處理類似案件 與我國所建立的默契 無視我方主權及管轄權 傷害雙方關係自身 且聚要求中國當局 立即釋放遭到關押的台灣人民 且外來不再有類似 類似事件發生 對 任俊 那個法務部長 他是中國共產黨法務部長 他不可能是國民黨跟民進黨 朝野親民黨都不是 時代都不是 所以那是中國共產黨的法務部長 一般其實我們講 爭取主權或什麼 一定先爭取我方的主權 先爭取我方的權利 再來再談什麼 對方的權利 這個是事實 也就是說在我本身就是一個 中華民國的法務部的部長 我其實有點不太理解 羅英學他的 他的這個 今天講得這麼理直氣 我看到他有一棟房子在中國 我就開始理解 我說真的 我也回想到過去 在監聽事件裡面 當大家在質疑說 我們可能是不是有非法監聽的時候 羅英學那時候回答 講說他覺得非法監聽這件事情 沒有這麼嚴重 那如果有人願意聽也很好 那你就會覺得就是說 他跟我們的認知事實上差很多 我比較想質疑羅英學一點 就是說我其實覺得 如果當你現在告訴我說九局下半了 你現在沒做到最大 我也想問一下 就你是法務部長 我先不要講說訴求國家主權的這件事情 最近大家都在講這個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我特別把條文給找出來 在第二章的第四項合作範圍裡面的第二項 有包含侵占背信詐騙 洗錢 這一些呢 其實都在兩岸共同打擊犯罪的範圍裡面 什麼叫做共同打擊犯罪 因為你其實資訊這邊是要交換的 你要有互留 那我們也想問一下 中國大陸在這些事件上面 他的偵辦 包含剛剛講到巴拿馬那些案子 當他偵辦到的這一些所謂的嫌疑犯 具有臺灣身份的時候 中國大陸有沒有透過這樣一個協議的模式 知會你臺灣的法務部 那如果沒有 你是不是要跟他們說給我 你現在硬起來 你應該要維護這一個協議的他的尊嚴 跟他的正當性 結果你現在不是遇到這個問題 沒有沒有他有他的主權在 那我也想問你 那你現在告訴我這個這要幹什麼 以後我們如果真的覺得任何人 比如說我們臺灣也有經濟犯或什麼 跑到中國大陸去 你能不能讓我去中國大陸把他們綁回來 有一個叫陳友好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他綁回來 中國大陸會不會容許你這樣做 所以他的難過其實在於說 今天不是討論一個貓狗 不是一個寵物 譬如說今天在巴拿馬那件事情上 我認為黃國昌某種族他想問的是說 那你現在告訴我說他跳樓了或怎麼樣 他說我不是要跟你討論 我只想問你法務部在後續做了什麼 還是你今天法務部告訴我 人家就死掉了 不過來要做什麼 死掉就算了 我覺得現在大家在乎的 其實已經不是這麼膚淺的 就是說這個事情就怎麼樣 我們任何一個人都有可能在國外 遇到這樣的一個事情 不管他有罪或者是怎麼樣 可是今天以一個很明顯 用綁人的方式 或者直接你可以看到 我再問一件事情好了 請問外交部的官員 有沒有去肯亞的法院申請禁制令 為什麼他申請禁制令 因為他他明白的告訴你 就外交部的立場 認為中國大陸這樣做是不對的 沒錯 結果我們的法務部 部長在這邊告訴大家講說 中國大陸是對的 所以各位朋友 你知道什麼叫做 齊尿器把保庭抗爭 這種人又拿我們台灣人 去繳稅務金 包括那位在古巴 還有所有的台灣的人 羅英雪520之後 你如果趕到中國去開律師事務所 台灣人把你立下 立下天下海角 我們一段時間到這裡 休憩一下 後面結束 謝謝 怎麼會那麼巧 我們來看一下 整個狀況來 市美請假15天 中立院長翁啟隊 終於回國 一開口就是對不起 我所要表達的 第一句話就是抱歉 抱歉 那因為回來有一點晚 所以沒有辦法第一時間 報告總統跟立法院 我們總統委員現在 也受到非常大的傷害 所以為了這一些 我感到十二萬分的這個抱歉 不斷說抱歉 因為翁啟會被質疑 導致到號定解盲失敗 卻在消息發布前 槍先替女兒賣掉十張股票 涉嫌內線交易 我絕對沒有內線交易 或者操弄股票的這種意圖跟行為 我在講話之前沒有揭露 這個女兒持股的事情 所以我為了這個事情 感到非常非常的不安跟道歉 陳青絕無操弄股票意圖 不過號定爭議爆發 連帶影響中研院名聲 翁啟會也替同仁喊冤 回胎前還發表公開信 提到他不後悔回國接任 中研院長 這是他人生莫大榮耀 中研院長是國家名氣 台灣承受不起一個 雀懦逃避的院長 研究同仁都是非常默默的工作 那他們的貢獻是世界級的 所以我希望不要因為我個人 以及號定的事情 影響到中研院的這個生意 講完吳啟會進入總統府報告的45分鐘 這回他沒再提辭職 而是向馬總統致歉 並且保證絕無內線交易炒作股票 總統府發言人也轉述 馬總統沒有責備翁啟會 只是希望他能以平常心誠實面對立法院 詳經說明 好 翁啟會消假回來 他把總統和社會保證三行 第一他沒有內線交易 第二他沒有炒作股票 第三他沒有意圖做出違法的任何的事情 現在人回來 法律的歸法律 政治的歸政治 但是我們從今天早上看到 就這麼巧 檢調就去查號頂 我們知道到目前整個的調查 還在進行當中 我請教我們這邊有法律背景的立委 郭勇啊 怎麼來解讀 該他多後一定要今天早上嗎 我們怕的就是說 在這個案子 尤其在今天的動作裡面 法律變成了政治的操作工具 我們怕的是這個 我先把這是這一期的新新聞裡面 有這麼一段 這一段是高檢署講的 高檢署在查號頂他查了多久 他查了一段時間了對不對 他裡面提到一句話 他們在查相關的人 不是在問證人嗎 他們講了一句話 他說約談行動都集中在股市收盤後進行 這是高檢署講的喔 他們之前所有的約談行動 包括以前在辦上市公司 或者上櫃公司 所有這些一定是在收盤以後才行動 為什麼 怕影響股市 那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 今天早上去搜索的時候 正在交易 那個時候幾點 九點半 他們八點多出發 九點半股市一開盤 窮裡 馬上搜索 我不是說不能搜索 你們檢署官有這個權利 你們可以去搜索 但是為什麼會在盤中搜索呢 股市交易正在進行 會不會影響股市交易 所以我懷疑 檢署官你是不是在放空啊 出來講清楚你有沒有放空啊 第二個要讓大家了解 大家知道 忘記會今天回來 他就跟馬英九報告 報告完以後禮拜一 一定要到立法院面對 談到立法院面對的時候 立委會問出很多的問題 可是大家知道在財政委員會 看了什麼秘密會議 請問有問出什麼東西嗎 沒有 然後金管會有提供什麼東西嗎 也沒有 你財政委員會 我是財政委員的召集人 金管會不是大家都要求他 公布那一些借券放空的那些名單嗎 他說有一些東西就是已經給檢察官了嘛 所以換句話講 當你們要動這些的時候 你不是已經有資料了嗎 結果他現在又去搜索 所以有人在懷疑說 是不是下個禮拜 大家記不記得 包括什麼週刊啊 什麼電子媒體啊 他不是一直在談出一些什麼 汪七月他女兒幾張啊 什麼賣幾張啊 總共擁有幾張 這些消息都是一次一次從那裡放出來的 所以有人在講說 那這是不是士林地監署放的 有人在講啊 是 所以要生了士林地監署 有一次他非逼得出來否認不可 可是好多資料剛好跟那個很吻合的 所以有人在講說 會不會是這一次的搜索目的就是準備 在明天禮拜六 後天禮拜天這兩天要提供公監 供誰的監 供翁企會的公監資料 給相關的人好好的修理翁企會 有沒有可能 這個法務部長他管這些事情嗎 當然了 檢訟官在行政上司的管著啊 法務部長他照大人應該 都已經不做了 他怎麼還這麼積極 所以我要問他 然後第三個就是考慮一件事情 今天浩鼎這樣子搞 這樣子弄 他在做什麼 大家知道 這兩天大家為了肯亞的事情 今天還有為了馬來西亞 聽說52個可能會不會送到中國 我現在聽說20個已經要回來台灣了 馬政府有沒有在移轉焦點 利用司法動作 在移轉整個社會的焦點 有沒有 第四個 想一下他為什麼要移轉這個焦點 就在週刊網 禮拜三早上週刊網登出了一篇 說什麼 說浩鼎的股東裡面 前十大股東有一家叫做全球策略 全球策略董事長叫楊世堅 這國民黨的高官 當過經濟部的政治 當過政府委員 而這一家公司裡面 有什麼 有中央投資公司在裡面投資 中央投資公司是誰的 那不是國民黨的 啊黨產啊 所以換句話講 浩鼎裡面有黨產 所以人家在懷疑嘛 那有黨產 那借空跟這些 借券放空這些 到底有沒有因果關係等等 大家都在問嘛 那這個是週刊網早上登出來的 是 禮拜三早上喔 那秘密會議裡面 有沒有提到這個問題 當然有人問 但是我不能講 不過我要問的是 那為什麼週刊網登出 都中央投資公司 有這些問題 為什麼國民黨 為什麼不去搜索中央 中投 對啊 為什麼國民黨不出來否認 你現在說我們中投沒有 為什麼不敢否認 如果不敢否認 週刊網登了這麼多天的不否認 那我們合理懷疑 黨產裡面揭入很多人 發現說 那這張不對 乾脆用這個來轉移交定 有沒有可能 所以我今天要講說 這種做法 如果今天股票 市場裡面受到的影響的話 國民黨政府要不要負責任 為什麼 因為你現在執政之下的檢察官 竟然在股市交易的中間去搜索 這破了中華民國有史以來的紀錄 是 你幫我請教一下 有沒有可能 用 現在張念慈 董事長 搜索他 來給社會一個氛圍 因為張念慈跟翁崎會 實在很久嘛 八滴八滴好朋友嘛 張念慈都被搜索 所以呢 大家就等著 翁崎會你被搜索 甚至於被申壓 也有可能 是不是要讓社會有這種感覺 這個案子的搜索發動的時間點很奇怪 號頂案不是昨天才發生 也不是前天才發生 他從3月7號 證明中在財政委員會質詢 到這尊已經超過一個月了 市林地檢署介入偵辦 也超過一個月了 照理說 如果有需要搜索 早就可以發動 不需要等到現在 因為搜索的目的是什麼 我想許律師最清楚 搜索目的是判你滅證嘛 要扣押證據 越早越後 對 要保全證據 那如果你都隔了一個多月 才去搜索 說得太痛了 犯罪證據早就被毀滅掉了 而且金管會說他們很早 就移送了 11月的時候就已經移送了 你們秘密會議 我就是金管會是這樣講的 所以顯然今天早上 金管會有沒有這樣講 我不知道 我是說金管會之前 之前就11月就移送了 金管會說資料都提供給市民的 所以不能給你們 好 那今天為什麼搜索 因為翁企會昨天宣布說 他今天下午會回到台灣 如果翁企會宣布 他下禮拜一下午回到台灣 那應該是下禮拜一 早上才會搜索 所以翁企會破壞了檢察官們 過度週末的心情 而且這個案子到此刻為止 他還是他之案 很少有他之案用這麼大的陣仗 繽紛七路去搜索 這個我們的確很少見 所以就很多人在問 羅雲雪作為法務部長 他又管調查局 他又管檢察官 我們就請問一下 你對長官的時候 事故事實上都陰了 然後在台灣 要當政治工具的時候 這麼積極啊 老師這個案子 讓羅雲雪這兩天的表現 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他該爭取該積極的 我國的司法管轄權 他不爭取 然後號頂的案子 我不是說不能辦 他當然可以辦 可是辦的重點跟比例 顯然放錯了 翁企會有沒有做錯事 那個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 那大家在追究說 翁企會在賣了十張股票 那請問那個借券放空 四五千張你都不管嗎 這比例原則 這很簡單的道理吧 這個不需要法律專業的知道 好還有一個問題 一開始打這個案子的叫曾民中 可是大家有沒有發現 最近都不提了 為什麼 因為扯到陽世間 扯到國民黨 扯到中央投資 突然這個案子就消失了 真好用 難怪鄉民都說黨政無敵 原來黨政有這個妙用 520之前 就是扯到黨 扯到國民黨 所有的案子就會自動消失 然後他就消失了 就很奇怪 你說這個案子的發展到現在 有沒有人假借要打翁企會 然後呢 自己在那邊大賺放空的錢 我是高度懷疑有這個可能性 可是對不起 是林地檢署檢察官 到目前為止 你們所在媒體揭露出來的消息 沒有一個消息是在針對放空有沒有內線交易在做偵辦 全部指向翁企會 那好 現在聽說這些人都被約團了 我看照這個劇本下去 應該會轉為被告了 是 他們如果被轉為被告 翁企會就堂說 因為翁企會被轉為被告的可能性也很高 是 所以翁企會他雖然說 有人跟我講不要回來 因為已經被妖魔化了 可是我覺得感覺上 他是心胸坦蕩進來 回來 我們是不管 那是法律去處理 但是照連旺說 翁企會 插一旦 羅因學還是說法務部已經準備好事了 我相信翁企會院長一定會被約團 為什麼呢 今天張念慈很可能等一下就移送北檢附訊 對不對 還沒說這樣 移送試檢附訊 很可能他身份就是被告 那麼不管他最後的強制执行的最後 強制處分的最後的結果是怎樣 那已經不重要了 因為他已經告訴你一件事 他是被告 他可能涉案 號鼎案可能涉及內線交易案 那麼我跟各位說 包括國民黨的立委不是說 跟我們要求的一樣嗎 這件號鼎案最重要的是在什麼地方 是在內線交易耶 是內線交易 不是翁警惠他女兒有三千張 翁警惠去賣十張 不是耶 是在內線交易 那問題是 國民黨的立委委員也說啊 軍管會你把那個內線交易的名單都公佈嘛 你就把他女兒相關的都公佈了 都吐出來的嘛對不對 那為什麼不公佈 現在有這個等於說五個字 變成他們的附身符叫做偵查不公開 你知道嗎 偵查不公開 這個案子裡面有沒有內線交易 有我告訴各位 媒體就是內線交易 下面一數 你沒有發現有特定的媒體 有特定的人 當然就是檢調單位 要不然誰能夠拿到那些東西 然後特別 不斷的 不斷的 而且有點故意的你知道嗎 明明2月19號解盲 好像他也明明知道 《翁翁啟會》是在前一天賣的那十張股票嘛 他卻要故意說是同一天 你知道嗎 然後呢 《翁翁啟會》有參加一個會議 明明那個會議是2月21號嘛 是已經解盲後了嘛 他就故意說是2月19號 所有的一切的干擾的動作 包括今天 他剛剛學委員講得很好 所有以前都在1點半以後 股市停止交易了以後 再開始搜索 再開始公布 為什麼怕影響當天的股市交易 今天故意的 你迫不及待這麼早 一定要這樣做嗎 那你既然那麼早要做 你應該保密啊 卻有特定的媒體早就知道了 炸的傳人家彈啊 連攝影記者怎麼都傳好啊 請問你嘛 沒有內線交易 這個就是內線交易嘛 奇怪 泄密罪是要判有期徒刑的呢 很奇怪呢 都沒人去查泄密罪呢 如果真的有人利用在放空的話 我請告你嘛 那個名單 難道要查有這麼困難嗎 一金管會要查這麼困難 我相信他們都知道了嘛 都掌握了嘛 今天你要搜索 我也沒有意見 很奇怪 台灣的檢調單位 很奇怪耶 你 剛剛主持人有講到嘛 阿彬啊 520蔡英文要上任 5月13號就傳阿彬啊 你知道嗎 然後今天翁起會還要回來 今天就搜索 這個時間之巧合 過去這八年裡面發生過太多事 你不能怪為什麼會人家把你聯想 為什麼會起人疑鬥嘛 那所以我告訴各位 可以 可以搜 但是依現在檢調官所上所擁有的證據 你應該連那些內線交易的人 全部在今天約談才對 今天一起搜索才對嘛 是 結論 所以520之前 法務部長 法務部 還有我們的檢調單位 然後 就 死掉了嗎 我們這段先到這裡 休息一下 阿彬家鄉 多謝 台北大巨蛋問題難解 市府和遠雄決定解約各走各的路 但前任市長郝龍斌 對柯市府的做法很有意見 現在用合議協商的方式之後 遠雄也提出370億這樣的一個金額 變成責任在台北市政府 柯市長曾經講過一句話 他說這些財團都是拿著刀叉吃人肉 可是他今天怎麼會去徒利一個 拿刀叉吃肉的財團 甚至現在變成台北市政府 拿著刀叉吃台北市民的肉 郝龍斌批科火力全開 但其實大巨蛋案在前兩任市長任期 就爭議不斷 一請安寮 2006年市長馬英九和趙騰雄 簽約興建大巨蛋 外界質疑當時的BOT合約 不只低租金低回饋 甚至零權利金 是不斷讓利遠雄 還被監察院周正 之後郝龍斌則是兩度 核定督審辯跟設計 核准遠雄公期展顏 這一拖又是181天 但確確實實 確確實實是一個前朝丟下的爛攤子 今天如果說在馬英九時期 不會簽下不平等條約 那麼在郝龍斌時期不會為德不足 把該修正的契約 能夠把它通通修正好 其實我覺得柯文哲如果接手了以後 他也就不必去處理 像那麼棘手的這些問題了 各位朋友 大巨蛋大家都可以賣 郝龍斌出來賣 郝龍斌我這裡沒做市場 妹妹 我沒做市場最大 他變成路人家 妹妹 郝龍斌說我要下台的最大 那郝龍斌是我不要做市長的最大 然後我現在再弄個造句好不好 然後這個大巨蛋經過馬英九跟郝龍斌 然後他就死掉了 他們搞的爛攤子馬英九的這個讓大巨蛋 讓遠雄於取於求 郝龍斌的縱容 甚至於監察院要他這個對不對 修正這個不平等條約 解除好多的問題 郝龍斌不作為還讓他變更設計 那你留下來的爛攤子 就今天居然有臉出來講話 那我真的必須要說 那你在跟羅英學到底是競爭什麼 真的我突然間想到一句話 這個樹不要皮必死無疑 那人不要臉天下無敵 大家可以自己去解讀 人不要臉連鬼都怕 沒有聽過這句話 對連鬼都怕 然後我們聽完就快要死掉了 那種感覺 真的是今天大巨蛋的痛 難道不是你們留下來的嗎 誰都可以講 郝龍斌你還有臉出來講嗎 那郝龍斌其實動作是很大 我認為今天郝龍斌的陣陣有詞 除了讓人家覺得不敢苟同之外 他似乎是認為人們會忌會遺忘 會把賬都算到柯文哲身上 錯了 郝龍斌全台灣人都知道 這裡面是你跟馬英九種下的禍根 柯文哲只不過是來收拾善後 這第一點 第二點我認為他這個出來批評 除了是夾院報復 可能因為布尼要錯了萬一嗎 他是不是想要東山再起 想競爭明年的黨主席 那甚至於2020想要再起 我將再回 是不是有可能是這樣子 所以要取得一個似乎是一個批判的高點 跟正當性 但是老話一句 你做過的措施 你留過的痕跡 臺北的人 臺灣的人民是不會忘記的 紅冰 你再怎麼樣講 也不會轉移事實的焦點 所以不管怎麼樣 我們剛剛前到翁齊衛 他到底他回來了 可以開始來處理問題 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柯平不管怎麼樣 他要處理這個問題 基本上也可以算是一個好的開始的可能 但是仁俊 好龍斌大概擔心 大家都忘掉他 他今天一定要出來出來講兩句 真的也蠻可愛的 怎麼這樣 他這個刷承載感刷得蠻成功的 大巨蛋為什麼一開始被大家質疑有問題 就是因為在過去的這一段時間裡面 從一開始你訂立整個的這個合約 一直到你執行合約 一直到好龍斌 我還如果沒記錯的話 曾經在臉書上面寫說 那個簽訂合約 那做的都是蠻久 我是執行合約而已 那因為前面有那麼多 大家會質疑的過程裡面 才會引發大家對大巨蛋這件事情的好奇心 甚至會覺得說 這中間是不是有一些你過去的北市府 跟遠雄當中 是不是有些什麼協調 那所以今天好龍斌今天跳出來講這種話 我老實講民眾更好奇就是說 那這個爛攤子該怎麼處理 我們現在很奇怪的事情 一件事情是怎麼樣 馬政府的官員或國民黨的官員 很多人都在卸任之後 突然講話變大聲了 以前不敢講的講得很大聲 現在是九局下半 自己以為可以大聲了 就也出來大聲 那所以我覺得以好龍斌自己本身來講 你本身就在大巨蛋案子裡面 是一個相關的當事人 他現在九局下半 他出來當主審 好球 壞球 生卡球 他覺得他已經離場了 所以可以回來就影響球局這樣 他回來當球瓶 敗戰投手回來當球瓶 他如果跟一隊棒球隊搭公車 大家都把頭伸出去 只有他不敢把頭伸出去 你知道為什麼 他當投手 為什麼 投手請勿伸出車壞 所以我講 如果今天一開始的時候 你北市府沒有那些 讓人家值得起人疑慮的這些事情 事實上大巨蛋沒有人希望說 今天搞垮一個廠商 搞垮一個北市府 到最後所有臺北市民通通受害 我講實話 全國的民眾都在看這個案子 所有人通通都拿進來了 所以我覺得你今天用一個評論家的一個角度出來 評這件事情 我說真的角色是讓人家覺得有點錯亂 只有一個人在笑 馬英九 笑的 你別人知道我會出來 你再出來 但是法律問題 像我們這裡有法律的專家 以前也做過台北市議員 霍龍斌今天出來是不是兩位 大家都忘記 或是不知道 他在這裏面 放什麼放流 人家擺盤 大家忘記他放的 我舉一件事 大家記不記得說 大巨蛋 霍龍斌對大巨蛋 跟馬英九跟大巨蛋 這個關係 曾經被監察院糾正彈合 有沒有 有嘛 所以換句話講 他就是錯的嘛 今天我們講 為什麼柯P要把這個大巨蛋 跟遠雄解約 我要問為什麼 原因就是公共安全的問題嘛 原因就是裡面有一些弊端嘛 有不平等條約嘛 所以我們要追圓塑本的回去問說 因果關係在哪裡 今天如果馬英九跟郝龍斌 好好的把巨蛋弄好的話 請問柯P會去解約嗎 不會嘛 所以柯P今天要解約 那是個果 而真正把這個壞 果種出來的那個壞英是誰 不就是郝龍斌嗎 今天如果說有什麼 被捏在遠雄那邊誰弄的 是啊 所以我要問說誰弄的 不是說你馬好嗎 結果你們搞出來的爛攤子 柯文哲在收拾的時候 反過來你來罵柯文哲 這因果關係錯亂耶 因果關係錯亂是要送松山耶 松山是哪裡你們知道嗎 現在叫松德 現在叫松德 松德院區耶 是要送松德耶 為什麼 那叫精神錯亂 因果關係都錯亂了 所以我今天要講的就是說 欸 現在端午節快到了 磅毒還是你 欸 白蛇磅毒 你現在白蛇演一演 他演青蛇啦 他要解讀啦 還是青蛇放毒 白蛇解讀 因為他不想當魯蛇啊 因為他後面還要再出來選東選西啊 所以我說嘛 端午節到了 你們在演白蛇傳 磅毒還是你 改毒還是你 結果都在中 都把他不對 然後呢 這怎麼一回事 所以我今天要講說 如果這個因果關係把它弄得清楚 大家發現 最沒有資格批評的 有兩個人是最沒有資格 一個叫做蠻英九 一個叫做豪龍秉 這兩個人是最沒有資格的 這兩個人 真正在因果關係裡面 就是真正把大巨蛋搞砸的原因的人 你們沒有道歉 還敢出來大聲講話 你當中台北市民都說過了什麼 我們這個問題就在這裡 隨著我們長老公啊 台北市有送案子上去啊 法務部怎麼樣 法務部退回 退回不收啊 是啊 錄音社站在那個地方 九局下班不錯 他最大 他還是最大啊 昨天我們在節目中啊 這個批評評論的部分呢 是有關於柯文哲 他在大巨蛋的前後停工 一直到他跟遠雄談 以後的散後 這我們可以批評 可是郝龍斌跟馬英九 是絕對沒有資格批評的啊 今天所有的一切 不都是你們搞出來的嗎 是啊 那講難聽一點嘛 我昨天在節目上 已經講過了嘛 美和事就是最好的例子嘛 美和事事後證實 有沒有土力廠商的部分 有沒有把本來應該對 本來應該對台北市政府有利 對相關的市民有利的東西啊 就這樣子莫名其妙讓利 你說不是土力 好吧 讓利給這個等於說 相關的那個財團企業嘛 不是嗎 誰當市長 對啊 誰當市長誰蓋的印章 最後被判刑嘛 因為有人扛起來了 哎呀 我在節目中說嘛 有人是投給他判刑嗎 是瘋了嗎 他為什麼冒著要被判刑 要去服刑 退休軍都沒有 然後名譽緊繞的地方 他要去這樣子去 現在也是一樣啊 一個大巨蛋 我當然知道大家都需要大巨蛋 大巨蛋變成一個馬桶 馬桶全世界沒有的嘛 是安全的這些 不就是你們留下來的 大巨蛋 是 9